中華民國112年2月16號星期四 我們剛聽的是范小軒的 氧氣Oxygen 為什麼 缺氧板 我跟你講 今天大家看我們的預告呢 就是要讓我們今天的這個主角 我們的人間大精靈 什麼大精靈 大精鋼 大精靈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結婚第幾年 結婚喔 結婚十四年 十三十四年 差不多 因為老高跟小默今年是結婚第十五週年 是喔 十五週年 老高跟小默 因為他們紅是最近幾年 他們結婚已經很久了 所以你跟Eddie算是已經 看起來年輕 可是婚齡很長欸 對啊 婚齡不是婚園喔 婚齡很長欸 好感人 所以人家送你一把空氣錯了嗎 這不就你每天最需要的嗎 時時刻刻都需要的 送你一個養疤 對 我跟你講 我那天到晚上我還說 其實你有個驚喜要給我 對 也不只 一直問一直問 然後就躺在床上睡覺 我說 好啦可以拿出來幫我睡著 我跟你講他沒有 他應該再加一個凍子就給你灌頂 你知道嗎 沒有他就跟你講說 跟你在一起天天都情人節 我想大家都應該聽過這種欠殺的話 不是而且這種是說真的標準答案 對啊 就是天天情人節 所以從來沒有過過 對啊 那他就說你怎麼以前都沒有那麼期待 今天人特別期待 我說我告訴你 我從元孝節就很期待到現在 說真的你有期待過嗎 沒有其實也還好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因為禮物的錢都在你這 所以怎麼可能 你會期待 但是就是說你會覺得 欸你是真的想 我告訴你一件事 各可惡的是 我2月10號才突然想到 我跟他的結婚典禮 是2月7號 已經過了 已經過了 真的完全穿過水無痕 真的是有夠過分的這樣子 可是真的很少人會想到說 都會過這種國際型的節日 比較不會想到說 自己什麼結婚週年 小孩什麼週歲 這種比較不會想到 小孩週歲怎麼不會想 你每年不都要幫小孩過生日嗎 會嗎 會啊 真的我覺得隨隨便便吧 哪有什麼好過的 但是我覺得週年這種紀念 什麼金婚什麼婚的 沒有人在過 天啊 真的嗎 真的啊 只有你還記得吧 今年2023 今年2023啊 2023 對啊 所以你們算老夫老妻 14年快15年 14、15吧之類的 這是什麼婚 不知道管他什麼婚 情人節禮物沒有拿到 已經很昏頭了這樣子 你也沒有很期待啦 我跟你講就是這樣子 就是你如果說 我們要不要情人節吃個什麼 或者送什麼 不用啦不用真的不用 對啊浪費錢 但你完全沒有想到我說 你不知道我期待這個很久了嗎 但是我一定要講的就是 你知道那個 不要說情人節不期待什麼之類的 因為很多商人 大概也是需要靠這個時候 來促進一下 國內的這種情愛市場 對不對 我看到 我覺得他 網路說什麼 有什麼垃圾桶有花這些 真的真的 我覺得不可能 我走過這麼多個垃圾桶 你是要去撿是不是 我真的很想撿一把 沒有 但是真的沒有 這個是晚上發生的事情 可能 我就是很晚才走路的人啊 你是在哪一區 所以我可以告訴你 你在哪一區 東區 真的在東區喔 所以算是送花熱門點喔 真的嗎 對 真的沒有人在 第一我覺得有沒有人送花都不知道了 但是我知道花長了很多 花這次長得非常誇張 真的假的 對 而且不是說那麼漂亮的花也是非常的貴 因為他剛 他打到了我自己要買花的市場 喔 就是因為他會跟著一起長 就會跟著情人節 喔 對對對 所以到了二月的時候 你就覺得 有碰到幾個嘛 拜拜嘛 對不對 過年嘛 然後再加上情人節 所以花一直跟蛋一樣貴 喔現在蛋也貴了 我跟你講花貴跟我還沒什麼關係 蛋 蛋貴跟我很有關係 但是蛋其實買不到耶 是喔買不到嘛 買不到 因為那個 你去 如果說你去一些大的超市 超市對不對 對超市 你看那個蛋價都是空的 不管他是便宜還是貴 其實沒有便宜啦 就是說普通貴跟更貴 都沒有 好像我 只剩鹹蛋 好像好市多還有 好像有 講出他的名字嗎 好差多好像還有 你確定嗎 看他講 看那個好差多社長裡面講 我覺得你絕對沒去 我還沒去 我以為要去 但那天我因為在做蛋糕給我小孩 一蛋不留 因為他一排是很多嘛 他是一大排 他現在有一盒的 另外一種一盒的 不是以前一排的 我現在是一盒的 紙盒的 對紙盒的 新的 對啊 不太像他的風格 對就不是啊 所以很驚訝 可是他們也有這個 有備而來 有備而來嘛 對啊 有蛋無患 但是我可以知道 大家如果說真的 買不到的話 有一些 農村市集跟農場 一日遊 對不對 有人去撿蛋 不是 又不復活節 我們不要因為是兔子 兔年我們就去撿好不好 就是那個攤位上會賣 賣那個他們自己養的黃金土雞蛋 可是坐車到那邊好像三四百塊 你應該沒有那麼熱愛 你應該也沒有那麼熱愛 你知道我也知道 我是說 我上次很辛苦了 從一個大的市集農場提了一大盒蛋 我想說因為覺得蛋好像很珍貴對不對 我真的好後悔喔 為什麼要拿那麼重的蛋 因為你要呵護欸 因為蛋蛋相連對不對 我真的很怕它破掉 可是我又買了 紙盒設計的 它其實不容易破 好像那個一大盒就是說 那五百塊然後會有二三十個的那種 那種是擺在一起的 就是一個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不是那種有框架 沒框沒框 所以買那個蛋的時候 真的戰戰兢兢的 我以後就覺得說 算了我再也不要做這種事了 買蛋買那種千里迢迢搬回來的 好回來 情人節的禮物 對為什麼講到 你看真的是女婚婦女 談情人節的 吵吵就過了 但是 根本不想了解 講到蛋啊菜啊這樣子 就很興奮可以講 五百千段 很像是要講說情人節的 最討厭的禮物之一 對我跟你講 我那時候在分享 我在我自己的粉絲 我自己個人的那個FB 那我就說 這個禮物都沒有拿到 結果 欸等一下 哪有回來 直播請看我們的直播 大家不要忘記 悠悠有直播 我們有在直播 有啊有啊也有 好 我對於網路那種花 給我丟到垃圾桶的 我真的非常神奇 如果我知道我一定會去撿 真的真的真的 這麼漂亮的花布 而且怎麼可能當天吵架這麼多 就是說你過了情人節 你收到花可能 就吵架就丟了嗎 不太可能 沒有 像悠悠你講的比較合理 拿花打下去 砸她頭 還有什麼 送花的上面名字是錯的 送花付卡片錯了 天啊 我客人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我說你怎麼會犯這種錯誤呢 那是花店的錯還是 真的是她寫錯 應該是她搞錯了 她跟人家講 她講都沒有專心 就記錯不同的 你懂得知道嗎 記錯 真的應該不同花店 你寫卡片是一回事對不對 你要寫那個地址 有沒有 你要請人家送嘛 不可能自己就送嘛 地址寫錯了 做事情一定要專心 魔鬼藏在細節裡 細節而且地址 這已經不是 因為有些人說怕送錯 全部都叫寶貝 親愛的 這是不會署名了 可是因為你女生也聰明 你叫我寶貝 你到底叫多少個寶寶 寶貝什麼東西的 被背什麼之類的 沒曉得 沒被叫過 所以就這個 就真的我客人就翻臉了 翻臉了嗎 翻臉了 現在呢 分手了很久了 很久了 被分手還被罵 然後還被 那個人女生 也在網路上 一直罵這個男的 所以那個男的 後來就搞得有點焦慮 就是她沒有放過他 對啊 可是我也覺得 我說那廢話 你自己做這個事情 你就有心理準備啊 好吧 那我覺得花丟是太可惜了 第二個就是說 你有收過什麼情人節禮物嗎 江泰 從來沒有 你知道情人節是什麼東西嗎 從 第一我這個從來沒有 這是真的 而且我也沒有收過 因為我從來沒有過這個節 我要怎麼知道這個節有什麼禮物呢 所以其實這個節對我來講沒有什麼感覺 那七夕有嗎 也沒更 噢 更可笑 這可笑 七夕有到可笑的程度 不是 不是 七夕 你要知道 七夕通常這個節日都是農曆的對不對 對啊 農曆的七夕 大家都不會想到是情人節 因為牛郎之女說真的 他們一年一度相會對不對 對 並不是一個好的 好的聚會 他要打架嗎 討論財產如何分割 其實我不知道 七夕這個詞聽起來有一點淒涼 嗯 就是他們其實是分隔很久 一年才能看一次 所以要珍惜那個 就是說一個離島 一個在本島對不對 所以要珍惜的 就好像一定要在那個雀橋上 才能相會 所以其實這個聽起來是很淒涼的 你是聽那些雀鳥覺得淒涼嗎 因為他們被踩在下面 你是聽那些鳥覺得淒涼嗎 我是覺得一年一次 天氣不好 飛機還不飛 這種真的是 這真的是不 中國就更甭過了 大部分人都是過西洋情人節 對啊 就是吃吃巧克力啊 什麼的 對啊 那天我只記得 我帶著我兒子們去那個去吃飯 所以我就把我兒子 當作我的情人這樣就好了 哎呦 你比我更沮喪的 沒有 我一直跟老公你有什麼期待嗎 你有什麼驚喜嗎 我一直講 我想說你就算這時候訂個什麼 快電商的東西 應該都可以送到了 我覺得他太了解你耶 你去Saven買一個東西都行 那我覺得你不吃這一套 怎麼會呢 真的 我都已經在問了 然後沒有給真的是非常 就是因為你這樣子問了 更是不需要了 你就不是這種人嘛 所以其實大家有很在意過這個情人節嗎 我們應該做一個調查對不對 對啊 就是不要針對年輕人喔 你要針對的是隱婚的喔 對還有人會想要過情人節 我告訴你不要小看 應該就是直接過什麼 三八婦女結婚母親節吧 沒有我覺得在我所 你所接觸過的比婚婦女 很多還是有浪漫的心態 但有些是沒有啦 可是我跟你講那個有沒有浪漫心態 跟你有沒有結婚真的沒關係 因為我的朋友也有那種 根本沒結婚 但他完全你知道嗎 喔漢子 女漢子男漢子 對他就是覺得說不需要這個 你這樣子好了 通常情人節是女送男還是男送女 送東西 我跟你講女生多半會準備 雖然我沒準備啦 但是 所以說這個議題應該是男生如果沒有收到 會沮喪嗎 而不是女生有沒有收到對不對 根據這個日本的調查 他們是3月14號男生 男生收回禮 就是一個先送一個再回 等一下3月14號是誰送到 一個是白巧克力 一個是什麼 白色情人節 一個什麼玩意兒情人節 就正常情人節 還有一個白色情人節 這樣子 就是有一個是男生送女生 再女生再送男生 對不對 那如果你沒有收到回禮呢 那就代表人家對你沒興趣啊 那如果人家根本拒收你的巧克力呢 那就沒興趣到頂點了啊 到10點了這樣 所以啊 白色是女生 女生送男生嘛對不對 所以到底 所以說以這個來講的話 以這個女男平等的來講的話 到底情人節是哪一方 會比較希望收到禮物 我覺得正常大家都想收到禮物吧 不見得心因為有愛情 就是收到禮物還蠻開心的 因為我常常買禮物給自己 對我跟你講我因為那樣子之後 我第二天 是男生回禮 3月14日是男生回禮 是男生回禮 女生要先送巧克力給男生嘛 心愛的 告白嘛 要想那麼久嗎 男生不要傻 男生不會想那麼久 他也可以不回啊 我跟你講 自從人家沒給你禮物以後 自從人家沒給你禮物以後 我2月15號就是我的情人節 喔買很多 你知道叫我老公出錢 你不要又買一些鍋碗瓢盆 沒有 但是買的也相距不遠 對啊我就覺得 你都是買一些廚房用品 我很少買廚房用品 很少 我幾乎不知道怎麼選 是喔 因為我是一個很務實的人 所以我買東西我要想 喔這個東西定得 那我要買一個這個東西 我必須有個東西要貸換 不然我不買 那如果這個東西 我就覺得還沒有到貸換的時間點 我就真的不買了 所以你知道我能買東西真的很有限 我大部分都是買一些 有價的或小 可不可以轉換成等量金錢的那種 喔那很好喔 那你是同資吧 對啊你在存黃金那天 原來我過的是雙十一 好OK喔 那我們待會兒會接call in 大家我們今天的主題 可以來分享一下 你拿到什麼樣爛禮物 對 或者說他很想過情人節 他有什麼花招嗎 就有沒有這個希望好不好 就原本 原本那個只是普通朋友 想要過情人節吧 怎麼辦 對 或者說原本已經有情人的感覺 怎麼突然間退回到普通朋友了 那我跟大家分享 看到一個日本的 還不能能不能送 對啊 送這個時候 嗯嗯 好 日本的 對日本的 現在有時間可以講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 我跟你講如果你們是 之前我看到有一個女孩 她跟一個朋友 就是去日本的迪士尼玩 好 然後呢那個女生就說 她就那個 迪士尼有一個那個海龜 會互動式的海龜的電影 她就還會 就海底總動員那隻龜啊 烏龜 我忘記她叫什麼名字了 校長 不知道 然後她就跟大家 校長啊 她就跟那些人 小朋友會互動 她會說話 那有一個女孩子就舉手 她說 我好想要有男朋友 我都沒有男朋友 這樣子 什麼時候我才能脫單 這樣子 為什麼現在又突然 這個關鍵是 海性woman啊 好我們現在有直播 悠悠正在跟大家討論的 就是說這個日本的女生 她就在那個互動館對不對 那她是很大聲的問 很大聲舉手 那海龜先生就聽到了嘛 那海龜先生說 所以你想要什麼 我想要交男朋友 結果她說 那你跟誰來 她說那個人 就一個旁邊有個男生 結果她就問說 所以是這樣子 OK 那在場的各位男士 有沒有人願意做這個女生 可愛女生的男朋友 結果她旁邊的男生就舉手 欸這個我真的不懂欸 如果說你今天跟一個男的去遊樂園對不對 通常你們的交情是有一點累戀人了啊 闺蜜 但她可能不是只有跟這個男的 還有跟別人 只是那時候他們兩個人是在那裡 畢業旅行就是 之類的 那男生舉手啊 結果那個海龜說 喔喔喔喔喔 所以我覺得要有第三方 來push一下 要有個媒介 對要有個媒介 譬如你們去聽那種life band 喔我很想交男朋友 那如果你有帶一個男生的話 是你喜歡的男生 對啊 或者你之前可以講 看那個 band 她說你是一個人來 沒有我有朋友跟我一起來 那你願意跟她交 做她的女朋友 或什麼東西的 姐姐有時候操作一下 天啊我要是男的 我也很糗 才不敢舉手 可是你想一想 可是你想一想 我講真的 為什麼 這個要有效在於什麼 就你們本身有曖昧 你想要走下一步嘛 對不對 你又不提 對可是問題是 欸說句實在 男生為什麼要陪一個女生去看什麼東西 男生在家裡打電話多開心 所以我才會說 這個女的不需要問這個 可是欸那你要怎麼樣 大家就是 我跟你講我看過最久 是搞兩年都還沒有下一步 都已經交過別的男女朋友了 到最後 你不發現很多 現在什麼結婚的 就是好像那些明星啊 都已經結過婚 或交過其他男朋友 後來又怎麼樣 又跟原本的那個在一起 他說就是之前一直錯過嘛 錯過了 對啊 對啊 所以現在回過 對啊 來最後犯個過錯 趕快辛苦一下 好那不管啦 就是說其實 其實會陪你去 某些特殊場所 例如說會陪你去逛街 我認為是蠻無聊的 女生逛街會陪她去 或男生逛街 或看球你會陪她去 這都不是很尋常 應該彼此都有相當程度的 情愫在裡面 這個很難說 但可能是我個人魅力不足的問題 我以前在美國 我有一個朋友 一個男性的朋友 他就很喜歡找我一起去逛夢 你會殺假 蛤 你會殺假 我根本不殺假 殺什麼假 但悠悠不會殺假 我不太會 我想起來的 悠悠不殺假 不是 只能這樣嗎 這樣子 然後呢 他就會找我 我就覺得 所以你是想追我還是怎麼樣 可是呢 後來我發現 我後來還好我沒問這個問題 為什麼 因為他逛街比我認真 一萬倍 他真的好喜歡逛街 他是大蟲內心的想要逛街 因為他知道我很耐煩 就是我可能說說自己的事情 或幹嘛的 我也不會說什麼 他真的熱愛逛街 他逛一個鞋子店 可以逛三個小時 我想一個男人 你為什麼逛鞋子店要三個小時 那他是找你諮詢嗎 不然他一個人 一個人就去就可以了 沒有 因為我們會自己去吃飯 他就覺得找我很好玩 我們會聊天 我可能會嘲笑某些事 我說 Are you sure這個東西 男的外國人 沒有 香港人 香港人 就是 對 一個 我們常常會一起去逛街 但是很pure 我覺得再怎麼樣愛的人 如果他在鞋店給我逛三小時 對不對 除非他將來要做鞋子的事業 他從鞋底鞋跟研究到鞋面 鞋帶 否則 不會有人要跟他耶 真的不會有人要跟他耶 可能我那個也很無聊吧 就是禮拜日也沒什麼事情要做 然後他說 欸我帶你去舊金山 我們去吃飯 好啊 然後就 我就屬於 可以啊 反正我沒事我就OK 我有事我就不可能 但我沒事啊 然後就陪他看褲子 那還會跟我講 因為有一次我要買口紅 哇我口紅原本十分鐘之內可以搞定的事情 被他搞的 就是大概我那天花兩小時在各個專櫃看口紅 搞不定 對 我就塗了 他說這個顏色對你而言不合適 我想我有問你的意見嗎 但又耳根軟 所以我覺得 那你們的友情這樣子維持了多久 三四年啊 那雖然是已經升華成為一個很好的朋友了 所以你們雖然是 很怪的是 我回台灣之後 對 就沒有再聯絡 這個友情是建立在 方便 不是不是 建立在逛街耶 建立在那個城鎮的mall耶 就是說隨著你們分開以後 不再到那個集散地以後就散了 對完全散了 欸因為曾經有這樣子的革命情感喔 對啊 就是一起買口紅等逛鞋子商城的人 對啊 不太可能回來就不聯絡耶 我也不知道 我們沒有吵架沒有完全沒有 就很正常 我也怎麼會跟鎮友們吵架 有什麼好吵的 我就講 就是沒有什麼 那你也沒有想要再試圖聯絡 有我試圖聯絡 他沒回我信啊 E-mail 叫什麼名字 查爾斯 查爾斯 現在不知道在 查爾斯 查爾斯 這就是你的不對了 我老公也知道 難道你不知道 悠悠現在很有名嗎 我跟他最詭異的是什麼 我跟他 我回台灣四五年之後 我有一次要去美國玩 跟我老公一起去美國玩 那我有個朋友 他跟應該還有聯絡 我說欸 查爾斯你聯絡到他嗎 聯絡得到 然後他就 那我就說 跟他講我要去美國了 對 然後他就 非常happy 然後呢 請我們住他家 你說真的有沒有詭異啊 四五年 我們一句話都沒講 可是當你 到了 就是你們曾經一起念書逛街的地方 對不對 他又熱情的歡迎 非常熱情 還叫我說你不要住飯店 你住我家 就叫我跟我老公住他家 所以我跟妳講 不是不愛 從來沒斷 你們其實之間沒有斷過 五年 你聽得懂嗎 五年沒有 沒有聯絡過 真的沒有聯絡過 我E-mail給他從來沒回過 我待會E-mail兩封啦 也沒有什麼 人家都不回了 我想說 那這幾天 你們住他家的時候 你們在聊些什麼 超開心的啊 就講以前去哪裡玩啊 去吃什麼東西 大家帶我們去吃 還帶我們去 去舊金山去玩 去吃什麼 去吃什麼 那他成家了沒 沒啊 那現在你回來了對不對 你們還有在聯絡嗎 沒 我這真的 你確定是那個人嗎 我覺得 我跟你講這詭異啊 超詭異 那你什麼人回來 你也就 算了呢 沒有 我有聯絡他 他又不回我的E-mail 欸 運動員商就這樣 我想如果我在 叫我朋友去聯絡他 我要說什麼 不會 混蛋在電話 做一個測試說 我現在就在你家附近的拿咖啡廳 你有空嗎過來一下 不可能 不可能 你要不要現在講 不可能 而且你為什麼要透過另外一個人聯絡 你當時怎麼就不給他要個電話呢 我跟你講這個最詭異的事情 他常常不能接電話 我想說 為什麼我跟這個人的關係是這樣子 我是不是人家小三啊 你到底 你都我意思嗎 沒有他真的沒有 但是這個很詭異 所以你永遠是在被動的方式 我跟你講 以前我們大家party都會睡他家 大家一群人會睡他家 所以我租到他房子過 我都沒覺得怎麼樣 對 可是你從來沒有主動聯絡過他 都是當時你們的交往幾乎都是他主動 約你去吃飯啊 約你去逛街啊 你才不會覺得那麼需要他的聯絡方式 可能吧就這樣子啊 就都已經上課或什麼遇到了 就說 欸 待會一起怎麼樣 好 當年他愛你比你愛他多 親你在 親我在上課 好 就是 悠悠有很多就是奇異的友情 對 真的就是有一點靈異感的 就說這個朋友 可以跟你很久沒有聯絡 所以我們剛才講說類情人對不對 就是你曾經想表達或者 那你會覺得這是一段錯過嗎 沒有啊 你不要因為Eddie你就不敢講 Eddie也跟他很熟 Eddie很喜歡他 可是 嗯 我覺得男女真的有chemistry 而我不是那麼 容易起酵素的人 不是 我告訴你 其實不是這樣 我很容易喜歡一個人 但我知道我很容易喜歡一個人 我知道我發燒了 那我就會過 我就等他降下來 自己退燒 我會等他自己降下來 所以你這個人還沒有跟我很熟 我已經喜歡這個人了 我們交往會是怎麼樣呢 或什麼之類 等到他開始對我有興趣的時候 我已經過了 我們都已經感覺到 那個熱情已經燒完了 嗯 所以他們就會覺得 我好像對他沒興趣 一開始不是還不錯嗎 可是我就是這樣 所以我很清楚我自己的性格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 來算一下為那些曾經 對你們有沒有那種 你很喜歡的人 他很喜歡你的人 對 補一補他們現在在幹嘛 真的 我跟你講我那看到懷念 我就想說哇 他真死了嗎 他也沒有大我很多耶 而且他是非常優秀的一個人 非常有名 再往前看呢 他發生什麼事 沒什麼 就是孤僻然後 懷念 對就懷念 就不太放FB 我只會看到他名字好像懷念 我想說懷念耶 對啊 是怎樣 是 好那我們待會兒要接call in 大家今天可以 可以來想一下就是 欸我覺得我們的主題應該定什麼呢 所有關於情人節 隨便啦大家高興幹嘛 上次我們之前叫大家問感情 大家又來問事業 今天我們叫大家問感情 大家又來問工作了 然後又來問事業了 大家都跟我一樣無法控制對不對 你可以問工作 但是你要問說 我是在工作場 喜歡的哪些人 哪些人這麼有搞頭嗎 這樣子 好待會兒大家可以call in 我理所覺得332 如果大家覺得 反正有很多怪怪的事情 就是別人認為是不可思議 但發生在他身上又理所當然 你不會去一直很用力的 或是很用心的去維持一段 我覺得很難 因為如果你對我有 有一些誤解或什麼之類的話 那我還要去解釋 那其實你如果會相信那個誤解 其實你就是這樣認為我這個人 那我何必去解釋呢 對不對我覺得很麻煩 好我們待會接電話 因為有很多人可能 我們剛才說不要問工作 大家不打來 隨便都可以問 隨便都已經來了這樣子 只能問工作嗎 沒有都可以 你高興問啥問啥 02-2509-9933 好OK 好有電話嗎 好我們待會兒我們的直播 我們待會兒因為要接電話的關係 所以我們直播就到這裡了 對 所以對於情感更混亂的人呢 可以重複看我們的直播 為什麼 因為就會知道說 其實Yoyo比我們更混亂 對不對 她的那個 在友情的試煉的過程中 令我大開耳界 02-2509-9933 哈囉你好 喂 喂你好 哈囉 你好 親愛的怎麼稱呼 怎麼稱呼 我叫娜娜 要給我們西洋出生年月日 對給我姓 還有你的西洋出生年月日 對 真實姓名的姓就可以 對 last name last name就可以 對不是給我姓 聽起來我低級 沒錯啊 來請說 last name 零 雙目零 好 西洋出生年月日 是 西元的 1976 嗯 0329 好 新年月 0329 請問妳想知道什麼事情呢 我想問感情 妳想知道感情什麼事情 請告訴我一下 耶感情 就是 就是我跟我男朋友又複合了 那請問還可以長久嗎 之前是妳要分手的還是他要分手 是他 那妳們今年情人節有在一起過嗎 欸他在國外 喔 也在國外喔 那怎麼複合的 他要求複合對不對 對啊 好 那個林小姐是這樣子喔 排行看起來呢 我先跟妳講這段關係是不穩定的 一直都是不穩定的 對 所以這個 我覺得這是一個 她可能覺得寂寞或什麼樣的狀態 她想到妳 她想到妳不會傷害她 她覺得可以信任妳 她在妳這邊得到一種能量 因為她本身是負能量很強的人 我不知道她有憂鬱還是怎麼樣的狀況 但是呢 她跟妳在一起 她聽妳的聲音會療癒到她 那我建議妳不要太投入這一段感情 因為這個感情 我告訴妳這很虛的一個關係 我跟你講這個男朋友有和沒有 大概我看不太出來 就是她到底能為妳付出什麼 或妳們真的相處過什麼 妳了解我意思嗎 就是很虛的一個東西 就是很虛幻虛假的一個狀態 好嗎 所以 我建議妳如果可以的話 妳還是找別人吧 那但是妳跟她做筆友也行啊 這樣的狀態 她沒有辦法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她真的的付出和相處 所以 好嗎 那我有機會找下一種嗎 好吧我幫妳看一下 因為今天我們要嘛 我們要為愛情 對 畢竟我是個受到空氣的人 對 畢竟是 對 一個養疤女王 好親愛的我跟妳講 排養看起來呢 今年年底妳可能還會有一段 感情運 但它不 也是一樣就是比較短暫一點 那比較好的運呢 在2025年 那妳要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說呢 在情感上面 妳要學會 就是要畫界線 就是不要就是說 對方一直跟你索取 妳也答應 或者對方就是不夠積極 妳也OK No妳就要告訴她 我喜歡 我想要怎麼樣的相處方式 好嗎 要談條件嗎 對 要說明 說明 你的需求 你的需求 對不對 好 但是總是有嘛 年底也有一段 對 我覺得男生就是妳就像人家說明清楚 他有時候都會裝死 所以妳不說明清楚 他真的裝死得合情合理 好嗎 所以直接講清楚 好 那我們待會再接電話 02250999933 哈囉妳好 哈囉 哈囉 你好 兩位主持人好 請問怎麼稱呼 畢信周周公的周 周先生妳的西洋的出生年月日 19661月14 好1月14 那周先生妳要跟悠悠聊什麼 請問想要照什麼呢 我以前讀書 夜間不公讀生 嗯 然後我 我有 就是跟一個女孩子有約嘛 嗯 是 因為兩邊的父母都有年紀嘛 嗯 又因為宗教性 父母的宗教信仰不同 是是 不贊成我們來往 哦 後來現在雙方父母都不在了 嗯嗯 嗯 然後大家還是有來往 嗯嗯嗯 可是 1966到現在也50多歲了嘛 是啊 啊我們想說 不要公正結婚就同居 這樣子好嗎 你們兩個都未婚嘛 都未婚 都一直保持有聯絡 好感人喔 對這是一個很感人的故事 那幹嘛同居就結了 稍等一下 我們廣告 不要掛到電話啊 周媽媽 啊那個 周先生嗎 在 來來來 周先生來 悠悠悠悠悠要給你講 哇 你這個故事我真的太感人了 我剛剛跟 哎哭了 對我剛剛跟江泰都討論 哇這真的是很棒 50多年喔 你真的很有耐性 嗯 那可是我想問一個問題 因為從牌上看起來呢 您的另一半那位女性 她是想結婚的嗎 她想要婚禮嗎 她有她的考量 可是 我是都OK啦 嗯嗯嗯嗯 她的意思是說 因為她還有一個哥哥嘛 嗯嗯 我的天啊 這哥哥 等哥哥走的時候才能結婚嗎 而且跟哥哥有什麼關係呢 哥哥愛妹妹嗎 不是因為 她哥哥是個敗家子 嗯 然後她爸爸媽媽留下來的遺產都給她 哦 然後我自己也為了她 工作也是有房有積蓄啦 嗯嗯嗯 那到時候因為我們這個年紀也生不出來了嘛 是 到時候我們公正結婚 萬一我們兩個百年後走了 她哥哥的小孩 哥哥拿去拜光了 她不甘願 嗯嗯 所以她叫我們不要公正結婚 我們同居就好了 好來我先跟你講一件事情啊 嗯 我相信她的考量是真的很多的 但是她其實內心還是希望能有個婚禮 所以我的意思是講 你們可以辦個婚禮請你們的朋友 就是不用 不用搞得太盛大一個派對party那樣子的東西 請大家一起吃吃喝喝 然後呢讓大家祝福你們 那你說這個法律上我覺得也不必啦 就像你們說你們也沒要生孩子 所以也不必搞什麼其他東西 而且財產這個東西也會比較乾淨 乾淨俐落一點 但是有一個派對 有一個請客 我覺得她會覺得被祝福她會很開心的 好嗎 有啊我們有去拍婚紗照啊 那很好啊 就這樣子就行了 我覺得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這是可以的行為了 好嗎 好啊謝謝 辛苦囉 辛苦了 真快 真的是跟比那個鐵達你還感人 OK 022509933 哈囉你好 喂 喂你好 是 來請問貴姓 雙木林 林小姐 那個出生年月日西洋的 1963 是 9月13 好 林小姐要跟悠悠老師聊些什麼 聊什麼來聊什麼 聊什麼酒 你好你好 親愛的請說 我想請教關於工作的問題 是請說 就是我是幕僚人員嘛 想給老闆幾個對於管理是有幫助的建議 但是我不知道該不該講 可以請悠悠老師幫我看看嗎 好可以 你工作幾年了當幕僚 六七年了 六七年 私人企業 對私人企業 喔 很重要的建議 是 就是 有關人事嗎 還是只是政策 管理 制度 你的老闆是真的老闆 還是只是主管級的這種老闆 真的老闆 好 好來那個林小姐是這樣子 第一件事情呢 你是可以跟你老闆講的 但是我的建議是你先講一個 直接可以看到效果的東西 如果假設你有五個提案 有些什麼中短長期啊什麼 我建議你先從短期的開始講起 那我的提案都是跟老闆的 觀念做法有關係的 因為他是決定 對 所以你就跟你要 我跟你講你一定要講話 我們有時候教這個 告訴你怎麼說 第一個是你要告訴老闆 我建議我們現在這樣做 然後呢 因為別的公司 你要開始拿出數據 別的公司也這樣做 或者別的部門也這樣做 而且他們有怎麼樣的結果 所以我建議要這樣做 OK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老闆他的歌曲 我從牌上看起來 你老闆是一個最喜歡做最終決定的人 你懂我意思嗎 他就是覺得說 好好好 他有時候好好好 然後我給你總結一下 那講的東西跟你剛剛都無關 所以他很容易分心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要你三明治講法 就是第一句話我要你幹嘛 然後第二句話 為什麼我要你這樣做 因為什麼原因 那第三句 可能就再跟他講一下 就是說別家公司也是這樣做的 那別家公司用了之後 他怎麼樣怎麼樣的好 那第四句再來一次 那要不要 他一次不要講這麼多 沒有他只能講一個 只能講一個 我現在講一個 而且是用四句 四個部分 還要四句 階段 不然他會分心 他天天他會放空 懂了懂了 所以不要一次建議太多 不要不要 你先一個一個來 這樣比較好的 對 他的專注力有點問題 所以一個一個來 好嗎 好 這是感人的幕僚 0222-0999933 哈囉 你好 哈囉 哈囉 喂 喂 嘿 沒關係 剛剛有一些那個線路錯亂 0222-0999933 那哈囉 你好 欸 怎麼稱呼 我姓謝 謝 謝先生 好你先給悠悠老師 你的信仰的出生年月日 1977年10月7日 10月7日是不是 哇 謝先生聲音很性感 對 謝先生你是做第七 你也是播那個廣播從業人人嗎 哈哈哈 來 謝先生請問想要知道什麼事情 我能為你做一些什麼服務 請說 我想要問我今年有沒有可能會脫單 你從事哪一種服務行業 我從事會計 喔 會計有這種聲音的怎麼查帳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只稱呼 數數概念好就可以了 你為什麼一直調戲人家呢 沒有 但是他這種聲音跟他的環境 其實你環境中大部分都是女同事耶 嗯 多比較多 其實都有的 對對對 那怎樣 沒有人跟你曖昧示好嗎 秦恩姐有沒有送東西給你 是有啦 可是我的對象是同性 那有什麼關係 這什麼年代了 對啊 同性很好啊 500年前一家人 什麼鬼啊 來 悠悠來了 來 親愛的 謝先生是這樣子喔 排樣看起來呢 你今年桃花是有的 但是你期待什麼 要是長期的關係嗎 還是羅曼史 對啊 就是長期的關係 因為我年紀也不巧了 三年內沒有什麼長期的關係 但是三年內你的桃花都不錯 我一直都有桃花啦 OK 你在炫耀嗎 我想要 對啊 然後 我要跟你講 就是說 那個 因為其實排樣看起來就是 我不知道你長什麼樣 但是你的內在和你的外在 其實反差是很大的 收音機先關掉 收音機先關掉一下 OK好 來 反差 對你的反差是很大的 所以你的外表呢 吸引你的對象和你內在 其實是不一樣的 所以可能外表 大家可能覺得 你很有魅力 應該見過大風大浪的 喜歡怎麼更不一樣的世界 但是呢 你的內在其實可能是想要有一個 很平靜的生活 很保持隱私獨立的生活 其實就是外表是渣男 可是內心是暖男 對 反差感有點大 真的 我的確是這樣 那你要講啊 對 你要說我其實想要的是一個 對啊 兩人安穩的事情 是 你不說人家怎麼知道 你要講啊 真的 就是我的個性跟我 就是我的長相 跟我的個性是完全不一樣的 就像你們一開始說我的聲音 對啊 而且你 那她的意思是什麼 她又帥聲又好聽嗎 對 長得比較 還可以 你要不要來直播 哈哈哈哈 你竟然 你來啊 對 就這樣我們看一下啊 我看看我的 我沒有看到你 沒錯沒錯 說真的在這麼少的資料 因為我單身很久了 然後就一直都沒有碰到 就是 好啦 她其實條件很好 可是我告訴你 還有一個很妙的地方 就你在人群當中 你又會有第二種人格 就特別開朗的一個性格會出來 所以別人如果在那種環境認識你 他根本不知道你內在 其實是有我想要安靜 我想要peace 我想要很和諧 我想要靜態的東西 對 我就是一個人來瘋的人 對 那還不來 你不要躲在麥克風後面 大家都好有見你喔 我們這樣子啦 因為她聲音實在太好聽了 對不對 那她又說她長得很渣 對不對 那這樣子 翻翻把電話留下來 悠悠下一集 你就給她面枕 就是門枕 我們下一集就是門枕 好 真的我介紹來一次的 對 因為我覺得門枕這個很重要 對 因為悠悠好像蠻了解你的 沒有 因為你的靈魂是很多面 很多面的人格 但是你只要有人 你會忍不住的去滿足他們的幻想 但那都不是你要的 所以你說為什麼不是你要的 因為人家根本不知道你要什麼 你太容易滿足別人的幻想了 希望 她做得很好 太好了 你在四大律師那個會計事務所嗎 嗯 不是 她不敢講 你不要煩人家了啦 我沒有叫她來啊 我沒有給她門枕 對 來來來來 我們下個經理來聊 好嗎 我們今天情人節說 或者就是說掉一個渣男過來這樣子 好不好 謝謝那個謝先生 歡迎喔 歡迎光臨 OK 拜拜 下次祝大家 拜拜 拜拜 有